你 OK Hello 大家好 so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我的 My Erasure IT Channel so 今天 我将给你们分享我的一些小小的IT知识 so 那个就是 How to Disable Windows 10 Log-in Screen Password 所以我知道了,有四种方法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想要Piracy 可能有些人不想要Piracy 所以有些人想要Lock,有些人不想Lock 所以不想Lock的咧?要讲Disable? 我们一起来看看 OK,Method 1,Sign-in option 相信每一个用Window 10的人都知道Kotana Kotana是一个很好的搜索方法 它是什么样呢?就这个圆签了 你按进去,然后搜索Sign-in option 出来啦 相信你们每一个的选择都会选择 Piracy wake up or sleep 所以你们必须click下来,按never OK? 然后打擦 就这样子 登登 登登 OK Method 2,Nephod 2 So,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我也不懂 我也不懂我没有读对 So,不用紧 你们一样去Kotana这个tool这边 Search 打 Nefuse OK 就这个这样子 这样子spell的 OK So, um Cringy OK 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小个的窗口 So,你们看到这个有色的kotana收拾 你们注意这个tick 麻烦请你们按tick 啦 给你们按ok 它就会弹出一个小个窗口 告诉你,这样你key都会是你的password So, um 你就再key多一次 OK So, once你key了 你要ok So,你就永远都不用再key了 OK OK Method 3 Your info So,这个 也是很简单 你们也是一样去Kotana 也是一样 打31 option OK So,你们这边会看到一个叫yourinfo的东西 Cringy 之后你们这边会有两个选择 然后你们只需要选下面这个local account Cringy 打出你们自己email的password 之后 之后 Create一个新的local account 当时这个local account很简单 你只需要打你想要的名字啦 然后 Next 然后你只需要按sign out and finish 就等一下子 就等一下子 它就会sign out and 当它sign out之后 再进回来的时候 你就直接 OK 一样保持 按回你自己的local account 的名字 你记得刚刚制作的 sign in and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手指上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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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小心点了 但不小心按错 很容易就会影响到电脑的一些东西 所以 小心 OK 一样 去Kordana 然后你们打 Addictive policy OK 所以你enter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 它就会弹出一个小小的窗口 所以这个窗口 你们什么都不需要看 你们只需要去这个Administrative Template OK 所以这边你就会看到Control Panel 或者是右边这个Control Panel OK 左右啦 所以一样 Click进去Control Panel Personalize OK 这一边你们就要注意看 它有几个选择 你们要看的是第四个 OK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话 你们这边都一定会选择Not Config OK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选择Enable OK TASA Settle 所以你这辈子你都不需要再Key in 你的Password OK 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我尽量帮助你们 所以我们能够你们可以的话 帮我 Subscribe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OK OK Thank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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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我一定会很方便 OK 好 好 好